实弹数百枚展开实战条件下的实兵实弹对抗演练 与此同时呢 中国海军东海舰队和北海舰队的航空兵也进行了类似的演练 一时之间海军三大舰队齐出动都演练了哪些科目 而类似于这样的演练又将会从哪些方面提升我海军的作战能力呢 南海舰队7月19号到21号的演练 是一个月之内中国海军在南海方向进行的第二次大规模演习 从央视公开的画面看 这次出动的是苏-30和歼-11B等战机 他们都是海军航空兵的主力机型 歼-11B不仅载弹量大 而且能携带精确制导武器 具备强大的对地对海攻击能力 更重要的是歼-11B的航程也很远 即使不依靠空中加油 作战范围也能覆盖整个南海 苏-30则是一款多用途战斗机 不仅可以挂在空对空导弹 夺取空中优势 也可以对地对海攻击 如果他们是联合出击作战的话呢 由苏-30担任主攻打击对方的地面和海面目标 歼-11B来当保镖 给苏-30进行空中护航 夺取战区的制空权 打击对方的空中目标 防止对方的敌机来拦截我们的苏-30 这次演习实战化特点非常明显 完全采取被靠背组织实施 事先没有预案 在演习中 为躲避蓝方的雷达搜索 红方战机采取超低空飞行和无线电静默等方式 进行隐蔽突击 在实弹对抗环节 红方战机编队遭到蓝方导弹袭击 迅速释放干扰弹进行防护 同时采取大转角翻滚等战术动作化险为夷 眼舰导弹攻击无效 蓝方战机迅即升空 企图对红方战机进行拦截 红方战机兵分两路 一路扬弓一路急速跃升 并抓住有力时机 对蓝方岸上指挥所进行快速精准火力打击 对对对 可以使我们红蓝双方的这个演习兵力啊 都是得到一个近乎于实战性的训练 所以这对于提升战斗员还有指挥员的这个谋划能力 还有随机应变的能力 根据战情临机决断的能力 都是一种最大程度的训练 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军事演习了 同样在19号 北海舰队在黄渤海也展开了大规模军事演习 此次攻防演练持续十个多小时 完成对抗空战 侦察预警 空中加授游等十余个课目 各类战机竞相绝逐 无人机抵近侦察 歼击机实施空中拦截 加油机及时补给 歼轰机群前出攻击 预警机适时提供情报支援 空中截击与反截击 侦察与反侦察让人眼花缭乱 全面锤炼了部队复杂电磁环境下 突防突击能力 此前不久 东海舰队航空兵还组织歼实战机 在实战背景下长航时大强度多科目对抗演练 期间多次实施空中加油 超低空突防 考验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 纵观近期海军航空兵举行的军事演习 常态化极限练兵是提及次数最多的一个词 把特勤想得更复杂 把敌情设置得更危险 把战场环境构建得更逼真 成为他们提升实战能力的重要路径 为满足新型联合作战模式需要 他们还积极与空中预警指挥 水面舰艇 地面防空掩护等兵种协同配合 并把大强度 大航程 多机种协同 远海突防等列为重点训练科目 进行专攻精炼 探索出昼夜间海上多角度突击 超低空突防等多套战法 全域作战能力 联合作战能力 复杂电磁环境下精确打击能力等 核心军事能力得到全面锤炼 好 下面进入长江评论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特约评论员陈虎 陈先生 我们注意到海军航空兵近期的演习 出动了苏三菱 歼11B 歼10等一些主力战机 而且都是实战演习 那么从实战化的角度来看 这三款战机各自携带了哪些武器 它们之间会有一种怎样的战术配合呢 这三款战机都是属于多用途战机 也就是说 它们都可以挂载空空导弹 执行空战任务 也可以挂载对海对地攻击武器 相比之下 它们也有一些区别 比如说苏三菱歼11B 它的航程相对比较远 同时载核能力也比较强 特别是苏三菱 它是采用双座的这样的一个布局 也就是说有两个飞行员 这样一来它在执行一些远程的对海对地目标的精确打击任务时候 它是具有优势的 那么尖11B无论是空中作战能力还是攻击能力都比较好 那么特别是它的中远距的空战能力相对比较强 尖10比尖11B和苏三菱要小一些 所以它的载弹能力和航程相对较劲 但是尖10本身是有空中加油管 通过空中加油可以延续它的流空时间 那么一般来说 这三型战机如果同时使用的话 尖11B和尖10主要是给苏三菱护航这样的一个搭配 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一个演练 说明我们空军的训练已经进入到了多机型的 这样的一个协同作战的演练的状态 我们知道对海实弹射击是一个危险性大 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心理素质要求都非常高的科目 那么您认为它究竟难在哪些方面 通过这样的一种演习 能够锻炼我们海军航空兵的哪些方面的能力呢 第一个呢 你对海上目标特别是具有较强的防空能力的目标 实施攻击和打击的时候 你要解决一个突防的问题 通常它采用的飞行方式就是海面的超低空飞行 按照一般的飞行员讲呢 在海面超低空飞行的时候呢 飞着飞着它就会把海面和空中搞混掉 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有很大的危险性 这对这个飞行员的操控技术有相当的要求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那么海上打击大型水面目标 一般来说呢 它都采用超视距攻击的方式 这样的攻击行动就不仅仅是一个飞机 带着一个导弹 独立可以完成的 一般来说呢 它会有其他兵力的协同配合 你比如说预警机和对海面搜索的雷达飞机 来提供最初的目标的位置 它对整个的时间点要把握的相当的精准 那么这些来说呢 对飞行员都是一个考验 而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进入到这一类的训练当中 来加强我们的飞行员 对这样的作战形式 它的一个适应能力 同时呢 也对提高它的技术水平 提升它的心理素质 会有所帮助 我们观察到海军三大舰队的航空兵演习的科目呢 是各有侧重的 您怎么来解读 那么从演习的科目当中来看 还有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黄渤海这个地区相对来说 离我们的大陆比较近 而且这周边的一些地区呢 有我们许多的相应的设施基地 在这一块我们容易模拟形成真实的 比较强的复杂电磁环境 有了这样的一个电磁环境 你才能真正的把复杂电磁环境下的作战 演练的更贴近实战 那么再看南海方向 南海方向演练的主要是空中格斗和对海对陆的攻击 那么在这个方向呢 面对的对手包括可能出现的强敌 空中格斗和对海对地的攻击 将是这个地方实施较大规模作战的主要的一个形式 反过头来我们再看东海方向 东海方向这里实施的演习和训练 主要突出的是高强度远距离 因为呢 想在这个地方作战 首先你要突破第一岛链 因为如果在岛链内打仗的话 这个格局就太小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方向演练的重点就是 远距离高强度和这个方向面对的情况应该是比较符合的 另外呢 我们也注意到近日呢 解放军一艘最新型的094A型战略核潜艇现身南海某基地 此外呢 在央视播出的报道当中呢 093型核潜艇疑似现身黄海 您认为这两种核潜艇出现在这两个海域意味着什么 南海呢 一个它水深比较大 海域相对的比较辽阔 适合战略核潜艇活动 那么同时呢 南海方向突防的压力是相对较小的 在这个第一岛链的北半部 基本上呢 是在美日严密的这个海空兵力的监视和控制之下 相对来说呢 南海这个方向美军的部署偏弱一些 所以从这个条件来说 把战略核潜艇放在南海这个方向 有利于突破封锁 占领发射阵位 那么至于说攻击型核潜艇出现在黄海方向 实际上呢 黄海方向对于核潜艇不是一个特别适宜的一个海区 因为整个黄海地区呢 它的水深比较浅 我想攻击型核潜艇出现在这个海域 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在演习和训练当中作为假想敌 拿我们的核潜艇来配合我们的反潜兵力 在这样的一个海域实施训练演习 应该也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好 非常感谢陈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谢谢您